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潮州人叫的炒鬼雕也是我们叫的炒河粉 在潮州是一个很普遍的菜式 就好像今集我和大家分享的潮州沙爹牛河一样 虽然看样子就是比较难做的濕炒河 但其实在家用简单的方法 都一样可以煮到近次潮州的味道 我猜大家都知道 在粉面团买到的河粉 是有分汤河粉和炒河粉两种 这次我们的河粉是要来炒的 当然就是要买回炒河粉 如果想炒河粉不断的话 首先那些河粉就一定要够新鲜 买回家的河粉如果不是马上炒的话 最好就用一块湿布把它盖住 千万不要把它放入冰箱 因为任何冰箱的河粉再拿出来炒的话 就会很容易炒断 在炒河粉之前就一定不可以加些水 进去浸河粉 只需要用点心思把每条河粉松开 一会就自然会好炒很多 分好河粉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煮 在炒河粉之前我们就先煮热一煮水 当水滚起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洗干净的芥兰放进去灼熟座 接着可以给回1茶匙的盐 去帮芥兰调一调味 然后再给多1茶匙的糖 煮出来的芥兰颜色就可以保持脆绿 在之前的沙丁牛肉炒芥兰的片里面 我已经分享过处理芥兰的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多次了 而这些芥兰其实就可以和牛肉一起炒 但是今次我就是想做简单版的沙丁牛河 所以灼熟它之后再放在河粉旁就可以了 灼熟了菜之后就把它放在一边 接着就可以炒河粉 炒河粉最基本要做到的 当然就是河粉不可以黏底 在锅里放些油进去之后 同样都是要将锅烧到最热 接着就再和锅浪一浪油 当锅烧热到出白烟之后 就可以将滚油倒出来 然后就可以放些冻油进去 接着在油还冻的时候 就可以将所有的河粉都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用一支筷子 轻轻把河粉搅拌匀 都是那句 现在锅是超热的 河粉就一定不会黏底了 所以千万不要心急 不断用筷子大力捉河粉 现在我们先将河粉用中火煎一分钟 在过了一分钟之后 当闻到河粉的味 就可以反一反河粉煎到另一边 潮式的炒河粉通常的做法 是会加上蛋进去一起炒 那么河粉底做出来才会够香 所以在煎河粉的时候 就可以按份量倒半只鸡蛋进去 同样了 倒了鸡蛋的河粉 还是不要心急动它 在家里炒河粉 其实只是靠煎的方法 已经足够令到河粉可以煎熟 当看到河粉开始跳的时候 就代表河粉差不多熟 接着可以用筷子 不停将河粉搅拌匀 就可以了 如果用锅铲不断铲铲铲 的话 三两下河粉就会断了 当蛋和河粉混合 而蛋也熟熟的时候 就可以将一汤匙的豉油沿着锅边倒进去 然后就可以用锅铲绑住河粉 将河粉搅拌匀 略略炒到河粉上色之后 就可以放多一汤匙的清水进去 接着就可以快速将河粉炒到完全上色 而你看到锅铲只是附助 所以在锅铲铲的时候 只需要轻轻45度入 尽量不要铲到河粉 这样就不会炒断了 当河粉炒到上色之后 这个河粉底就完成了 现在就先把它搅起了 在家里炒河粉 就不跟外面是这样拋铲 有些断就在所难免 而整个炒河粉的过程 最好就控制在2分钟之内就要做完 如果炒得过久 河粉就会炒到碎了 这次用的牛肉在之前已经醃好 同样如何处理和醃牛肉 都可以看回我之前沙丁牛肉炒芥兰那条片 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讲解 在这里就给我一些时间更正 上次的影片我有些东西说错了 牛腾肉正确是牛的屁股肉 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在煮汁之前就教了调味 首先在碟里面放1茶匙的蚝油 然后就放1茶匙的糖进去 去和一下沙丁汁的辣味 拌匀之后就把它放到一边 跟着就在碟里面放2茶匙的生粉进去 然后就放4汤匙的鸡汤 去拌个生粉水出来 如果用清水去做个生粉水打蚝的话 做出来的沙丁汁的味道不多不少都会混淡 用鸡汤去拌个生粉水 就可以保持到沙丁汁的味道 拌匀之后 又是先把它放在一边 跟着就搞了牛肉 之前有位网友留言给我 说想我做个不拉油的家庭式版本出来 不过什么版本都好 基本的指定动作 都是一定要把银子浪一浪油 然后尽量把银子烧热 当烧热了银子之后 就可以加一些冻油进去 然后就可以立即将所有的牛肉漏锅炒到5成熟 因为腌牛肉的时候会加些生粉 如果银子不够热的话 那些生粉就会黏底了 当牛肉炒到略略串色 就可以先拿它出来瓶瓶油先 现在的牛肉只是5成熟 就算见到有血的话 都不要紧要 跟着就可以不需要洗锅 然后就用回刚才的油 将些料头用中小火慢慢炒一炒 当些料头炒香之后 就可以放回一汤匙的沙丁酱进去 同样都可以保持中小火 将沙丁酱炒一炒 而蚝油的角色只是调味 所以蚝油就不需要炒 当旁边屋都闻到沙丁味之后 就可以放回200毫升的鸡汤进去 然后就用大火将它煮沸 当汁煮起之后 就可以放在刚才我们教好的调味进去 然后就可以放适量的老抽调到颜色适合自己的心水 颜色适合之后 就可以转做中火 将所有的牛肉回锅煮熟 在煮牛肉的时候 火就千万不要开得那么大 慢慢煮到牛肉紧熟 牛肉就不会硬了 当牛肉开始熟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倒一些生粉水进去收汁 在收汁的时候 最好就不要做得太稀 做完之后 要将所有的汁挂在河粉上 就为之漂亮了 当汁调到好似这个稀结度 那沙丁牛肉汁就做起了 将汁淋在河粉上面 再加多几条戒冷在旁边之后 今集的潮州沙丁牛河就搞定了 其实这个湿牛河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做 除了用的河粉要够新鲜 炒出来不会断之外 最重要是 牛肉的沙丁汁就一定要够 那混合那些河粉一起吃 就会很滋味的了 今次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歌 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按住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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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